水浒传里最有魅力的女人 却比潘金莲放荡十倍 衣服裤子被人被扒光 若只看到电视剧 我们一直以为潘金莲就是水浒传里最放荡的女人 潘金莲之所以臭名昭著 除了潘金莲有一个紧杨刚打虎的叔叔武松之外 在另一部著作《金瓶美》里 潘金莲再一次粉末登场 因而潘金莲的知名度很高 反观这位比潘金莲放荡十倍的女人 她出场较晚 加之丈夫也不是什么大英雄 因此反而显得默默无名 不过根据《水浒传》里的设定来看 她的放荡丝毫不亚于潘金莲 原来对于潘金莲的外貌身材描写 施奈安是这么记载的 每次初春柳叶 常含着雨恨云愁 脸如三月桃花 暗藏着风情月异 咸咬鸟挪 拘束的燕缆盈涌 寒口轻盈 勾引的疯狂叠乱 欲冒妖娇 花结雨 方容窑窍欲生香 再看这位放荡女人 施奈安对她的描写 可是极其详细 又极其让人浮想连篇 原著道 非枕枕病儿 细弯弯眉儿 光溜溜眼儿 香喷喷口儿 直隆隆脖 红乳乳塞儿 粉盈盈脸儿 青鸟鸟身儿 玉仙仙手儿 一碾碾腰儿 软浓浓度儿 翘尖尖脚儿 花素素鞋儿 肉奶奶胸儿 白生生腿儿 更有一件窄秋秋 锦恰恰 红仙仙 黑丑丑 正不知是什么东西 看到这里 想必一些戏读过原著的朋友 已经猜到这个女人是谁了 没错 她就是杨雄的妻子 潘巧云 一瞧 施奈安为了将 潘巧云的魅力展现出来 竟用了诸多妙笔生花的词句 好比在颜色方面 就有黑 红 粉 白 在形状上 又有细 弯 直 软 翘 肉 窄 紧 还有其他诸如 光 香 青 玉 花等形容词句 同样精彩绝伦 将一个妩媚入骨的女子 展现的淋漓尽致 反观潘金莲 却没有这样的优厚待遇 看到这里 不免觉得奇怪 杨善108好汉 才是主角 施奈安为何要恶心沥血 担惊竭力地描写 潘巧云的外貌身材 答案毋庸置疑 足以可见在施奈安的心目之中 最具有魅力 最放荡糜烂的女子 并非潘金莲 而是潘巧云 只是阴差阳错之下 潘金莲一臭万年 潘巧云却是鲜为人知 此外 通过潘巧云的外貌身材描写 我们也总算知道 杨熊为何要取潘巧云为妻了 原来杨熊相貌堂堂 身材高大 又在冀州两院压育上班 在这个乱世时代 拥有铁饭碗的杨熊 可谓是衣食无忧 以杨熊的外貌条件和经济实力 他完全可以取一个温柔贤惠 美丽大方的少女为妻 可杨熊却偏偏看上了 死了丈夫的潘巧云 这样看来 无非是潘巧云的魅力 实在太大 杨熊情难自控 这才欢天喜地地 娶了潘巧云为妻 自以为捡到了一个宝贝 殊不知潘巧云魅力四射 身边不缺男人 久而久之放荡惯了 一个小小的杨熊 岂能满足于他 这就有了潘巧云惨死后 衣服裤子被扒光的后续故事 原来杨熊上夜班之时 潘巧云暗中 与一个换作陪如海的和尚有染 二人勾搭数月 杨熊浑然不知 却被杨熊的结拜兄弟石秀 发现蹊跷之处 石秀发现 每到五更十分 总会有一个 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和尚 一边敲着沐鱼 一边大声叫火 石秀暗中排查 竟发现了杨熊妻子 潘巧云的丑事 石秀把真相告诉杨熊 潘巧云却倒打一耙 说石秀先调戏于他 杨熊大怒之下 将石秀赶出了家门 幸好石秀号称拼命三郎 他耗费心血 终于将人证物证 摆到了杨熊的面前 得知真相的杨熊 仰天长笑 他把潘巧云骗到了翠平山 然后杀了潘巧云 扒光了他的衣裤 原著里是这么写的 石秀便把那富人头面首饰 都包了 杨熊搁两条裙带来 亲自用手把富人绑在树上 石秀也把银儿的首饰都去了 银儿箭头是不好 却待要叫 杨熊手起一刀 挥做两段 那富人在树上叫道 叔叔劝一劝 石秀道 嫂嫂 哥哥自来服侍你 杨熊向前 把刀先挖出舌头 一刀变割了 且叫那富人叫步的 一刀从心窝里 直割到小肚子上 取出心肝五脏 挂在松树上 杨熊又将这富人七十件分开了 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 杨熊着实是个狠人 他杀了潘巧云 将他的五脏六腑挂到了树上 算是泄了怒气 可杨熊仍将潘巧云的头面首饰 以及衣服裤子都扒了 一并放在包裹里 这又是干什么 答案很简单 韩巧云穿金带银 身上的衣服裤子 又是昂贵的绸缎制品 杨熊将这些东西一股脑都扒了 到时候可以倒卖了换钱 正是 巧云本是魅力女 可惜放荡不知悔 杨熊之情如止粹 心狠手辣四刀锥 往日恩爱成泡影 一刀两断化成灰 人生若欲无情半 莫待伤心空泪锤